唐旺的智慧 人类传承的精华 唐旺用八个指点 人本身自有的八个指点解释了 也解决了人一生中 感觉欲望未知死亡等等等等 所有我们未解的难题 我们人生所有的谜团 都在这八个指点中被解决了 几千年来无数个宗教团体 或者无数个哲学家都对此做过解释 他们对宇宙对世界对人生不断的解释 但他们的解释都不够圆满 也就是他们画的那个圈都不够圆 而唐旺用八个指点 为我们画出了宇宙中最圆的那个圈 真正属于人类的圈 也是和解我们人生的圆 我们最完美的圆 从唐旺这里我们知道了 我们对人生的目的和使命 以前都搞错了 我们不是来这世界赎罪的 也不是来这世界苦修的 更不是会的弘扬真主的伟大 我们才来这个世界的 我们是带着八个指点 带着八个指点来这个世界学习的 来完成宇宙的自我完善的 指点一 欲望 欲望或者叫本能 欲望是宇宙的本源 唐王告诉我们 无限可以叫欲望 可以叫无限 可以叫上帝 真主都可以 他安排我们来这个世界 是宇宙自我完善的需要 他给我们赋予了欲望 无限的欲望 盲目学习的欲望 学习只有盲目 才能完成无限 指点二 成长 成长及欲望 成长的欲望是人类的本能 成长的欲望是我们唯一的真正的欲望 其他的欲望 金钱 十 四 都是协助成长欲望 而半生的欲望 我们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 不要忘了自己的本源 指点三 学习 如何去满足成长的欲望 学习 只有学习 必须学习 持续走在智者的路上去学习 学习便是满足成长的欲望 以完成宇宙整体成长的完善 前面分享过很多学习的解读 大家可以看一看 指点四 在成长的路上 在满足成长欲望的过程中 有一个考核指标 这个考核指标 也是我们是否走在智者路上的一个路标 那就是宁静 即一个平静的心 你的心是否平静 或者也叫平常心 如果你的心是平静的 那么你的心就可以放下所有 放下一切 那么你当前走的路就是对的 你走在智者的路上 唐旺说我们身边时刻跟踪着三个精灵 他考核我们走的路是不是对 精灵时刻会来敲打一下我们的心 提醒我们该学习了 该成长了 人类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没有实时的成长而形成的 痛苦 高兴 愤怒 都是平静的对立面 是精灵提醒我们 该学习了 支点五 恐惧 我们一生走在智者的路上 路上有一个忠实的守护者 叫恐惧 他是造物主为了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 而安排的一个超级保安 恐惧的权限大于人的所有理性认知 恐惧这个保安会时刻的超限度的保护 他会保护很久很久 当有一天他觉得我们的力量足够了 他会悄然离去 支点六 死亡 死亡是我们人生中一个强大的同盟 人的意愿一旦和死亡达成了和解 恐惧这个保安会变自动下岗 我们便有了力量同盟 死亡他不单可以保护我们 还可以帮我们负担很多很多其他 死亡也是另外世界的守护者 他负责看守几个世界的大脉 他是另外世界的接口 一旦我们的意愿和死亡达成了和解 我们便可以自由地穿梭在多个世界之中 在宇宙中自动地穿行 到了那时候你就会明白 身体不再是必须的 物质和能量之间可以随意转换 相互转换 而我们的意愿可以帮我们完成 这个转换的过程 支点七 理性 理性是什么呢 道德 法律 条文 意识形态 历史 地质 诗歌 等等等等 都是所谓理性的沉淀物 理性就是我们对 我们身体之外 实物的性质 所能理解的部分 也包括我们身体的 我们所理解的这些部分 叫理性 理解的性质 叫理性 不能理解的叫未知 或者叫玄学 支点八 语言 语言即存在 语言是理性的边界 也是理性的局限 前面几个 好多 在讲语言的骗局 讲了维特根斯坦 证明唐王所说的 语言不可以解释世界 世界很多 不是我们用语言可解释的 大家去回顾看一下 我们再回到这里 唐王用炭火化的这个 可以看出 所有的理性都必须靠语言 才能沉淀下来 继续传承 继续优化我们所谓的理性 也就是基因的积累 人的感觉 做梦 感知 看见到任何事物 都必须靠语言 来和理性沟通 完成转换 五支的 来完成 记忆的转换 以上这就是人 最完美 最圆的那个圈 也就是Q哥一生 在追求的圆圈 人的一生 都在这个圆圈里 完成了自己的学习 满足了欲望 形成了宇宙知识的沉淀 这就是人生事实 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宇宙 人和宇宙的关系 人和无限的关系 都在这个 这几个图中 唐王为我们画出了 所有的一切